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带一个卷子 一张纸 然后还拿一支饼 把我们家的窗子都量一下 看要买多长盆窗棉 这什么事 我先量高度吧 高度 高度 这么矮啊 两米三次 这高度怎么那么矮啊 两米三次 对 零米三次 不然呢 我抓字头 我抓字头 找到这个窗窗里的位置直一直下来 可以啊 对 那真的打算在网上买吗 对啊 我要在网上买 我对比了很多次了 网上的价格要10米 所以 反正用这边装过啊 买桿子 然后再买那个创棉就可以 不需要别人再安装了 你不要拉了 对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看下可以了 还要拉那么多 几个要几个床帘 几个床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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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多 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 房间里面还有飘窗 飘窗 那个不是床帘 这个叫什么 啊 真的哦 好奇怪 床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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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 这里都有三面 因为三面都是玻璃 三面都要装 我本来是这里装洗衣机 本来就那里 漏水就来 洗衣机 三个房间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 餐厅 厕所这里还有一个 小小的 那厕所摊以前 那个没有挂挂 没有你自己不会装 不会 房间里 要装一个 这窗帘还要装 你外面可以装个飘窗 这里还有个电 这里可以装那个 婴儿床 哈哈哈哈 坐婴儿床 这边还有一个 几幅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这里 两个宽度 阳台的跟房间 怎么可能一样呢 完全不一样 你要不要打抖 不打抖 打抖我就收了 呵呵呵 两米六七五 两米六六五 两米六六 那里的多少 两米四 房间的怎么可以一样的 还有花 还有花 那网上买那个不用一千块钱呢 要 要 也要 两千块钱 窗帘 光这个窗帘 那个价格都要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我知道 在窗帘下 两千块钱 那在窗帘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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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窗帘买呢 在窗帘买啊 他不要三千多事情 不是吧 都一倍 但是我不知道材料跟人们不一样吧 就这样算了 看了一下吧 大概的建议呢 你们觉得是往上买还是 在私里面买好些呢 182 我觉得 我觉得 先从网上买一个 窗帘过来看 要好以后再买 买一个先啊 嗯 也可以 先看了一个 适量 要好的话 就把它全部买 把它全部量好了 今天带你们认认真地看一下 我们这个房子的结果 从这边看起来 这边 这边 这边有一个 墨室 都不是很大 有个飘窗 这里有个洗手机 然后呢 这边有个隔断 这就是大厅 大概一个 还有客厅在这边 大厅 大厅也不大 那个叫客厅吗 呃 这个不是个银子 吃饭的地方 餐厅 餐厅不大 很小 一点点大 这边这个 更小的房间 刚刚也 刚刚也看过 看过 很小的一个 这个大 这个算是 比较大的房间 主卧室 这个 主卧室还带厕所 对 厕所在边上 这个已经算大房间了 已经算大了 也有 也将近有 要是摊 还没装这个柜子的话 有 应该有20个平方吧 有没有 我就喜欢这种大柜子 那哪里我就想要开这柜子 那这里要放多大一张床啊 我准备买那种 比较宽的那种床 榻榻米吧 榻榻米应该比较合适 看吧 或者是明天到店里去瞄一下 这个慢慢来 这个急不得了 一下子 哪里能挡那么快 一样一样的买吧